效果我是覺得沒這個明顯 但是噴噴的就不用拿出來擦了 還有一種是掛在脖子上 那個不要買 就長就這樣 就跟赤子晶一樣 只是它上面會寫一個-3 有好幾種 但是上面有寫-3的都好用 就是說 你們不要去買那個掛在脖子上那個 那個效果超難 那個要冰的冰箱 拿出來用沒40分鐘 它就熱了 馬上就溶掉了 那個不要用 那個雖然很便宜 但是不要用那個 那其他來講呢 很快就到了 等一下這個地方呢 它很小 所以時間也不會留很多啦 因為它這個點很特別是因為 網紅的操作下來 所以以前行程不會走 我也是疫情過後才開始來到這個 叫做預警省設 疫情來說 為什麼沒有團體會往這邊走呢 是因為以前日本的司機 脾氣都很大 簡單講一句話 沒有停車場的地方 我會當外機 日本的司機也當外機 所以以前這個點是沒有實際談判 那現在是因為沒辦法 我說旅行車很多會被那個網紅牽著走 所以等一下你去到那個地方 小多小 10個人那個地方就滿了 所以我們30個 30個你要排隊在裡面 要排隊在裡面 所以你大概了解它的環境是這樣 你自己錢先準備好 你門口看到的鳥居是大金箔的 金箔的這個鳥居 為什麼 因為它很靈驗 所以有人花錢出力呢 在1883年的時候呢 那當時成立的時候是大金箔 在2000多年的時候呢 後來呢 它才把它貼金箔上去 所以它現在是金箔的鳥居 所以你不要給它撩 也不能拿 你也抓不下來 因為它有上一層保護器上去就對了 但是這個是貼金箔的 那主要的神明來講呢 你一進去呢 左手邊是一個洗手台 所以你已經準備好錢 要去洗錢的朋友 左手邊去洗一下 要洗手近身的朋友左手邊 那正面你就看得到 一個主神在拜拜的地方 門前可以搖鈴 它有多一個鈴 那那個鈴要幹什麼 錢先丟搖鈴 你們在搖那個鈴的時候呢 不要太悠悠啦 不要這樣啦 要插一下 聲音要出來兩聲 兩聲就OK了 為什麼兩聲回響 鍍後是兩聲 那這個聲音出來的之後呢 也是二鞠躬 二拍手 許願在一鞠躬 然後你就左手邊看過去 這邊就會有人說到呢 一個那個 一個那個台子上面賣很多 獄手啦 護身服啦 還有那個金色的錢包 錢包一個人限量只能夠買三個 有限量喔 錢包有限量喔 那它最有名的呢 還有就是那個喔 那個叫做一個匯碼 它的匯碼是那個銀杏 喔 為什麼用這個銀杏 那裡面有幾張是200塊的銀杏樹 喔 銀杏為什麼在日本很特別喔 京都的路樹也是銀杏樹 所以京都很容易看到銀杏樹 喔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 這是一個象徵的意義在啦 喔 因為美國在日本丟下兩顆原子彈 一個丟在長崎 一個都在廣島 喔 也快到了喔 喔 已經已經 不是快到 已經過了 剛好 嗯 八月嘛 八月剛好就是這樣說的喔 那時候有那個長崎跟廣島 有在做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紀念那個二十歲大戰的時候喔 那個 當時就是丟 在八月丟的喔 喔 那丟下來之後呢 美國跟日本人嗆一句話喔 喔 你這個地方呢 一輩子不用長 一輩子 種不出東西出來 因為輻射會感染 喔 輻射會汙染 那日本人就很 投意啦 就想說 我打不贏你 但是你講的我要去證實 喔 我就不相信嘛 所以他就從全國 運了六千顆植物下去 喔 去種看看 去試種看看 六萬多顆啦 最後只有一個種的出來 就是銀杏喔 所以銀杏為什麼會成為他的路數 他們才去研究 他們知道原來銀杏對身體有很多的好處喔 那銀杏來講到的話呢 對身體哪裡好 喔 我們台灣人知道的方位 跟日本人知道的方位是不同的 喔 銀杏是吃什麼 吃腦袋 啊 是健忘症 喔 老人吃蛋喔 老人吃蛋不是吃銀杏 喔 我們台灣都認為老人吃蛋是吃 銀杏是吃什麼 銀杏是吃什麼 支氣管 記憶力 還有最重要 它其實最大的效果是這個 很多人那個 老人那個Q的刺 那個是你的末梢血液神經出的問題 所以你手會不自主的在那邊動 所以銀杏其實是吃這個 喔 日本是這樣子吃的 啊我們台灣是那個 那個記憶力 喔 然後那個老人吃蛋 老人吃蛋 老人吃蛋 最好的東西是魚油 所以魚油 不是只有小朋友在吃 老人家都在吃 所以日本你有時候看到他們早餐 也都在吃深海魚油 喔 就是這樣的一個意思在 喔 啊我們馬上就要到了喔 等一下 因為他很小 他也沒有停車長 所以司機讓我們在路邊停車 停車下來之後 喔 喔 這是不用錢的 所以你要下來就跟著下來 喔 不下來的話 司機可能要繞一圈再回來來接我們 喔 所以就特別去注意一下 你要在車上休息也沒有關係 小走大概20公尺 喔 20公尺就到 那因為他的寺廟很小啦 所以你就是 拜完了就出來 人會很多 拜完了就出來 他他多大喔 大概就這麼大 大概就這麼大 很小間的寺廟 他是1883年完成的 喔 所以到現在來講 兩百 兩百年左右 喔 不到嘛 兩百年不到嘛 喔 主要就是因為他拜的主神 喔 叫做金坤燕神 喔 金坤三燕神等等的 都也是他的講法 喔 那這個神明呢 他就是 道具的總神 喔 喔 喔 那個鋤頭啦 喔 鐮刀啦 喔 金屬之神嘛 喔 那以前你看 不管做各行各業都會碰到這個東西嘛 所以 就是我們在說 生財器具 喔 生財器具 他就是這個神明 喔 所以為什麼喔 你說發財要拜他 公欲善其事 必先離其器 喔 所以跟錢有關係 他就是 就是保佑你的工作順利 喔 喔 我們工作要順利 就是要拜他 我們要發財就是拜他 喔 所以你們有準備錢 不管 不一定要日幣 台幣也OK喔 喔 你台幣也可以洗 但是呢 不是下去那個池子裡面洗喔 是把他的水搖出來 洗在 以前他有盆子 現在沒有盆子 就是等於是說 你要放在手上洗 喔 這樣了解嗎 喔 洗完了 你就大概 你下去的時候 就拿一點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衛生紙 擦一下 喔 洗過的錢 回去當做錢不用 喔 這個就是洗錢的意思在 喔 這邊大概來講到的話呢 差不多 二十分啦 喔 大概二十分 場地很小 所以 好的就出來 我們就在原 原處的地方 等司機繞過來 喔 這個特別去注意一下 因為 這邊只能夠路邊停車 喔 喔 水平也很緊張的 喔 因為他很怕被人家拍照 哇 嘻嘻 嘻嘻 怎麼那麼多車 嘻嘻嘻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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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下 嘻嘻 嘻嘻 你